- 汗子都冒汗了吗? - 你们俩都冒汗了吗? - 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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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哈啰各位趣味玩家们大家好,我是王王大仙! -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给大家带来是集训末的一个实战视频! - 那么这里开局跳球,那么可惜是对面拿到球,那对面也是个三分组合,分别是五代搭配三井,那是五代出手,有没有呢? - 结果是没有的,那对面拿到球! - 那么这里存个五代舞跳一个接球横跳,轰位出手,有没有呢? - 有的是拿下了开局的第一个三分! - 其实关键就看三井开大的时候对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了! - 那这荧幕把球交给我直接一顿突破,无风险这个上篮,演示了一下集训末的开局顺突啊! - 好的,那么这里也是演示一下集训末的一个最常用的开局得分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一段突破加一个上篮出手就可以了,不论是突破的距离,出手的速度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强! - 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开局就马上能得分的选手,比方说福田的接球突破,然后直接加个高抛,或是进阶流川的转身格扣,当然也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个集训末,这也迫使了很多中锋一开局马上就要把重心防在篮底,因为它稍微一松懈,直接两分就没了! - 好的,回到比赛,那交给对面三姐,那三姐一个突破,被流川撞停,那么交给五代,五代就可以横移,我们两个人防他,有没有呢? - 有的,橙子干扰也顶头,五代还是很厉害的,哎呦,落后四分呢,那这边我们流川开局,流川交给我,在这一段两段三段折返勾手,空会出手,有了!拿回这分! 那么这里也是给大家演示一下集训末的一个三段折返的一个得分方式,那这里我选择是勾手来出手,它的第三段一定是折返回来的,只是折返回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攻框或是中投,那中投就是勾手嘛,大家看到,攻框的话就是直接一个灌篮,其实折返勾手的话呢,就有点抓心理的因素在,因为大家都特别忌讳 对集训末的那种横跨的那种突破能力,大家都会跟你跟得特别紧,你一个反折,那往往通常都会拿到空位,不过这招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来偷分的,不怎么经常用 OK,那么来对面回合,现实对面的五代开球,那五代直接一个开局顶头,严重干扰有没有呢?是没有的,那我们流川风抢到版,攻防转换,流川这里一个突破,假装中传交给我,那这里一段突破,折返,直接一个攻框干来,拿下这分 好的,这也是集训末还蛮强力的一个攻框招,那他这个招呢,主要是突破之后有个大范围的折返,然后再跳起来是一个灌篮,并且这个灌篮还有二点的哦,那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一个得分招 好的,对面球呢,这里三井交给五代,五代交给接球,直接一个望远,车步前接个横移,直接被我冒了下来,那这边冲过去捡到了其后攻防转换,交给流川,直接一个一段突破,衔接,中途空位出手,拿下这分 那么这里顺便分享一个防五代的一个小技巧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玩五代的,所以我知道,他的望远撤破是出哪个方向,你就跟住那边就对的 像是刚刚这个位置,不管他是要顿不突破,还是横移跳投,一定是跟他望远地一下的那个突破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位置等他就对的 好的,对面开球,现在对面赤木开球,那赤木开球交给三井,三井也没出手,交给五代,五代这边也没出手,那回交给三井,那三井在这边直接一个后撤,然后两分红字干扰没有 那么被我们拿到板,攻防守后,我这边击球,直接帝王床交给流川,可惜被撞停,那么交给荫木,那荫木在这边对下,直接一个原地在否得可惜打铁,但荫木自己用个挑球拿回了板 那么再次交给流川,流川这边三段四段突破,直接一个高抛的被冒了下来,背后前他就直接一个两段转分跳起来,攻框这个勾手拉杆拿下这分 那么这个也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过的,转身灌篮的第二段转身拉杆,是非常好用的这个招式,整个动作出起来非常快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招可可以后手拉杆,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个动作整个模组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它输入指令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你等对手跳起来再按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拉杆的时机了 那么目前领先对面四分,对面应该开始也要用三分来硬追了 这里三井一个顶头,没有,被我们想到板 那么交给外线流传,流程这里一段突破,甲头真传,交给荫木,荫木再交给我,这边一段突破,折返,然后直跳起来,攻框灌篮,拿下折分 这里顺便要吐槽一下集序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甲头真传是非常难用出来 因为它可以给你用甲头真传的有效时机是只有一个瞬间而已,你那个点按不出来就没有了 它不像攻城两天它们是可以随时把球传出来,它是有个时机点在这里,你那个点没传出去就没有了 好了,对面球是对面三井开球,那么三井在外线带一带,那没出手,交给五代 五代这边一段突破,可惜被撞停,交给三井,三井这边回交给五代五代一个接球行,一侧掉严重干扰,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可惜对面还是拿到板,被我出发了截球了,交给流传,让带球出圈,流传这里突破,然后被撞停交给我 那我在这边带一带一顿突破,帝王传球交给荫木,荫木也没出手,那交给流传,流传接球一段,两段三段,然后甲头真传,可惜被截球了,但还是他自己的球 接球高手,皇子干扰,有没有呢,可惜还是没有带流传抢到板,这里流传还是原地中的顶头,还是没有带櫻木再次抢到板,交给流传,流传直接一个飞升灌篮,拿下这分呢 那么这里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木生衣唯一的一个接球技能,就是他这个接球高手 他这个接到球以后还不是会原地起跳的,他是会接到球以后带一小盾位移之后再出手,也是得手率非常高的一招,只是我刚刚用的两下用的没太好,应该稍微再拉一下方向 那对面的阵容有五代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五代呢,非常怕普通木生衣,因为他特别怕帝王段嘛 但是五代就一点都不怕集训木生衣,所以如果你看到对面有集训木生衣,你拿出个五代的话呢 在进攻力上面是真的可以跟他打个势均力敌出来的 好的,那么来到我们球,那这边是我们开球,那这边我直接开球的一段突破 然后帝王传球交给樱幕,樱幕那边完全够了空尾球手,拿下这分 那么这里也稍微讲一下关于帝王传球的一些事情啊 帝王传球呢,是你助攻给队友,那队友三秒内得分了 那你这个帝王传球直接回一个给你,他不是回几十点能量这么算的 他直接回你一个帝王传球 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帝王传球给队友,队友助攻得分的时候 你的帝王传球是不消耗的 所以呢,我最怕就是帝王传球给的队友,队友摸摸蹭蹭不出手的那种 那么所以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刚刚是两个嘛,那队友助攻得分之后 我这个帝王传球还是两个,那么这里交给五代 五代开了个大,然后黄岛流川,那可惜我没有跟上空尾出手 让他拿下这分,五代的大招真是两个人协防才可以 那么这里我们的樱幕开球,那开球这个流川接球一段两段 经典的溜底中头空尾出手,有了 太漂亮,这是流川的那种经典招好久没见过 好的,现在对面三井开球,那三井没有出手 那么交给五代,五代接球原地速导,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那对面赤木拿到板 那么这里再次把球交给五代,五代一个原地速导被流川冒了下来 那么流川风捡到了这球,攻防转换交给樱幕 那樱幕这里一个原地战斧也是被对面冒了下来 但被五代捡了,所以那五代这里一顿突破直接出手了,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但对面赤木拿到板,交给五代 这里五代被我强断了,然后流川风冲上去 再次捡到地板球,然后再次交给樱幕 樱幕这次用侧跳了,然后红子干了,有没有呢? 是没有,但流川风一个补扣,终结了这分 好的,那么这里跟大家解析一下关于集训木的另一个大招 就是帝王防守和帝王进攻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大招呢,是共用一个能量槽 然后进攻回合就会变成帝王进攻 防守回合就会变成帝王防守 在进攻回合用帝王进攻呢 就是强化你的进攻招,让你的进攻招可以更加变化多端 以及更加难防 那防守回合开帝王防守呢 就是六秒之内强化了你基本的一个防守能力 包括你的移动速度,你的干扰值 还有帝王防守的一些专用招 比方说帝王断,帝王七身之类的招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开了帝王防守之后呢 你是没有钉防这个选项的 因为钉防剑会变成帝王抄劫 而且帝王抄劫是人家传球的过程中 你没抄到球的话,帝王防守的状态就会直接消失的 那么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首先五代在这个时候我是已经开了帝王防守 但是呢我没有出招 但五代已经出手了 所以我帝王状态的招式暂时消失 然后在对面赤木抢到板的瞬间 系统就判定为现在还是对方的进攻回合 所以我的帝王防守的招式也显现出来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没有错 帝王防守这6秒的持续时间 只要你没有用出帝王的招式 它是一直存在的 哪怕对方已经出手了 但是只要再次去到对面的进攻回合 也就是你的防守回合 你的帝王招式依然存在 只要你没有用出过任何的帝王抢断那些招式 然后这里赤木抢到了球 然后是交给了五代 那么五代这里击球 大家注意我是用出了一个帝王抢断 但没成功 然后再接一个普通的抢断 然后对面就掉球了 他的这个帝王抢断呢 会带一小步的位移 有点像攻城良田的那种 但成功的话就会直接把球爆走 并且传给别人 失败的话就会直接就站在那里 就像这样子 好 等等来对面球 现在对面是石木卡球 那么交给五代 五代这边一顿突破 黄倒流川 但可惜被我撞敌 那么交给低脚的三井 三井这一个非得为鹰幕补防 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 那么这里我跟五代冲上去 但可惜不过他强 那这里我用出了一个帝王强断 交给流川 流川在这边突破交给鹰幕 那鹰幕晃一晃 那没出手 但可惜被五代截起哦 攻防参唤 那这里五代一个突破掉头 橙子干扰 有没有呢 可惜是没有的 这里一目拿到板 攻防再次参唤 那么这流川大就直接 一个一段两段三段 折返勾手 空位出手 终结了这分啊 那么这里跟大家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其实刚刚在五代 接到球的那个瞬间 我是瞬间用出了 两个帝王防守 用了两次帝王抄截的 因为急迅木的这个帝王折服 不一定一次就能得手的 像是这样子 那先是用了第一下 失败了 OK 那然后已经开出了第二下 那这样子就成功了 至于值不值得这样做 就见仁见智咯 那么最后比赛来到这个时候 其实光拖时间都已经够赢的了 那跟大家再讲讲 急迅木的一个 能量使用的一个问题 因为不管帝王进攻 还是帝王防守 他们是用同一个能量槽 40能量为一格 其实你一场比赛 就不打加持的话 最多就是6个 撑死就7个 最多就7个大招 这6到7个大招 你要怎么用呢 就非常因人而异 有的人喜欢用帝王进攻 就是打去那种 看起来根本就冒不到的那些球 过来强化得分 那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用帝王防守多一点 而且我用帝王防守呢 我不会就是有一个用一个 我比较喜欢存多几个 然后一次过用 因为怎么说好呢 你每有一个用一个呢 就有点像是在赌了 就是你这一下出去 就在赌 你到底行不行 赌的成分居多 我不太喜欢那样子的 如果是关键球的话 我甚至愿意用2到3个大招 就去拼你那个球 去夺你那个球权 这个是我个人玩木生衣的一个方式 但还是那句话 因人而异咯 反正总体来讲 集训木生衣确实很强 是对得起他那个身价的 那不知大家看完比赛之后 觉得木生衣怎么样呢 把你的想法和感受 在留言区下面告诉我 我是花大仙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